本土、民主、反共 保留政治、民生起義 myradio.hk myradio.hk 余繳二月份月費最多的八位網友 將會免費獲邀出席 1月29日myradio普羅政治學院團連番 想和英文、台長及一眾myradio 節目主持一起團連的話 就要把握機會了 Hello,各位網友大家好 又回到2016年的《座漢雲起時》 雖然先和大家先拜個年 也很慶幸我們還可以在這裡說話 因為《木六十三條》今天就留了會 是 真是很幸運 在我們來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 你有沒有覺得外面很冷 它其實很冷 香港有沒有試過有這麼冷的天氣 印象中又沒什麼 天文台話或者是美國的天文報告的預測 就說有可能跌到零度 噢,這麼突然 至少不是零度也至少去到六度 我就會覺得很詭異 因為其實去年我們經歷了一個完全沒有冬天的冬天 完全是熱到媽媽都不認得的 現在一來到一月份就說 不然現在會趙降到零度 有些人甚至說 這個是不是天變 或者是否天有異仗 預計那個世界會將會大亂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 今天我們想講一個題目的 可能或者跟那個天氣有關 就是由天氣引申出來 就是說其實現在 你在香港是不是一個 即已經是不正常 就已經是很久了 香港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已經是很久了 但是其實發展到現在 那個情況都很令人擔憂的 就想講一下 就最近有 我們看了一篇報導 就綜合統計了 由去年半年前到現在 那個自殺的人數 就因為他們統計了 即是由半年來 即是差不多有二十宗的年輕人自殺 青年人 青年人 最大一個可能有十幾 都是十幾二十歲 然後最小的那個甚至寬得十一歲 那 一律他們所新聞統計出來的理由 都是寫說叫做學業因素 或者是那些叫做家庭因素 那我其實傾向就不是說 不是說完全不信 但是我覺得可能是 那個學業或者家庭都未必 真是那個主因來的 阿天南其實你是 你是父母 你是老爸來的 是嗎? 是老爸 你怎麼看有這麼多年輕人自殺 可能 小朋友 太過舒適了 平時 養帶的過程之中 經常都是遇上飛傭 不是遇上前輩 這些飛傭 當然是當你王子 這樣服侍的 對不對? 那變成那個抗壓力就好像低那些 很多小朋友都 即很大過都可能不懂得幫鞋帶 有些人說連換衣服都未懂的 不是兩三歲的 是說十幾歲都是這樣 那這些可能就是社會造成的 所以現在我的社會壓力又大 讀書又辛苦 那他的抗壓力又低 那可能就導致他 想到一些最簡單的方法 消滅自己 消滅自己 就是消滅了問題 那就要記得 其實去年年尾一個很震撼的新聞 就是有一個 差不多十五歲的女妹自殺 一個妹妹 自殺之前她就拍了自己那個 她走上天台 在她的電話 在她的天台那裏 看回下面那個 天台下面 跳之前都還拍片 這樣丟上Instagram 跟大家說再見 這樣就有緣再見 那在她的遺言那裏 就寫到說 生無可戀 死亦可哀 那由這裏看 就是剛才鐵欄所說的 就是說 她剛才如果是鐵欄的觀察是對的話 那就是有兩個情況 造成當今 或者是近年來有這麼多年輕人自殺 第一就是他們那個環境的抗壓性 就減低了 但是與此同時那個社會壓力就提高了 那社會壓力提高到什麼程度呢 那大家如果有看過《無記電視》那個叫做《無間寶集社》 那個叫做《無間寶集社》 那個年輕人都會唱 不知道大家做父母如果看到那個背景 就是那個音樂背景 是一個媽媽拿著槍捉著那個小孩 那個情況就好像在天台上面劉德華 被梁朝偉拿著槍捉著頭 然後就說 老母每天迫著她做功課 真是簡直已經是走投無路 究竟出路什麼時候有呢 那拿《無間寶》來去改編這首歌 又是令人很震撼的 因為本身《無間寶》那個電影呢 其實某程度上就是反映你 香港經歷了換了中國殖民之後呢 是整個社會沒有出路 其實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無間寶》出來的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 即是它是扭轉了以前香港警匪片 一個新的題材出現 就是一個叫做臥底片的題材 那臥底題材就是一個屈滿的 人鬼不分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怎樣 他身份認同有危機 身份認同有危機 另外就是講前途是沒有出路的 所謂無間寶其實是取自於無間地獄 即是說在這個地獄層裏面 即人世間就像地獄一樣 那地獄層裏面就是沒有出路 你永遠在旋轉 永遠在騰騰騰騰騰的 那現在搞到連小學生 聽說那些功夫壓力都已經帶到到這個地步 那時候我教一些小學生 你看到他的書包比我們重很多 我們之前的小學書包也是重的 但我發覺現在的學生比我們以前的學生還要重一點 還有一件事,我們那個年代的人真的比較強烈 我們那個年代起碼大部份都是街童出身 家裡沒有什麼期望,有什麼發展 我們都打算讀完中學出來工作 那不同現在,每個學生讀書都好像想入大學那樣 那就比較辛苦 但是,我們會這樣看 留下一個年輕人所說,她叫生無可戀,死亦何愛 亦都是回到當前所說,報紙就寫有這麼多十幾歲的小孩跳樓自殺 就說中國壓力太大,或者大學的壓力太大 這個承認是真的 但是,其實我們想說一說,關於壓力那方面 壓力那方面其實是否只是成績問題 即是否她那個成績的要求很厲害 我自己這樣看就未必是 我反而是覺得,如果是那個學校 因為學校在一個小孩成長的過程之中 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至少你每一天,起碼有半天的時間 是放在那個學校那裡 那你如果在那個學校 它是,先不要說壓力 或者是壓力的,所以令到他們沒有歸屬感的話 其實在他們成長的地方是很難頂的 即是因為他們都是乖的 他們都是乖的 即是這些其實有自殺傾向的小孩 其實他們都是乖的 即是跟我們不同的 我們那些,學校沒有歸屬感 我們走課 是吧 我記得我以前回五天學 我其實回不到三天的 有兩天走了 即是證明這班小孩 其實對那個社會 即是他們是有責任心的 不同我們,我們現世上沒有責任心的 不回學爸爸就這樣 但這班小孩是有責任心的 他對自己有要求 所以他們就辛苦了 但我們以前不是這樣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是中三可以轉去工業學院 即是寄送去其他地方 讀成書轉去工業學院 那就很舒服了 不用說一定要文 一定要讀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 也是社會那個教育那個 那個編排得不好 即是以前那個年代 英國佬是好一點的 你讀不成書 轉去做工業 讀成書的 都沒有進到大學的 大學都開國獎 但大學是很少的 那讀不到大學是諷的 現在讀不到大學 好像不是很諷的 現在個個要求學力很高的 你那一刻都要 master 變成了他們 好像說 degree 都很濕碎 他們連 degree 拿不到就有壓力 但我們那個年代不是一樣 我們那個年代是 讀不到就罷了 都變成了沒有壓力的 我們 所以其實這些小朋友 不要太乖 不要太有站心 我可能看到還有一點 就是其實是 首先就不要看輕一個小朋友 他理解這個社會 即是當一個小朋友 即現在小朋友很早熟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 那個互聯網的發誌 令到他吸收了外界的資訊 其實他是會提早意識到 他未必是因為抵受不住壓力 而去逃避或者是不做 而是他過早敏感地見到 那些壓力其實是來之無意義 還有一件事是 可能是他用自殺來控訴社會的 或者不要說到社會 可能他未必真的 那些社會看得那麼重 可能他純粹是了結自己 或者 可能是他們過早 我可能提到一點 就是 就是小朋友過早敏感地 意識到 可能這個社會 或者是你的學校 所做的事是沒有用 簡單來說就是 他意識到 這些事做來是沒有用的 沒有意思的 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他的死就是控訴這件事 或者是大家有時候 跟一些朋友說 有些成年的朋友說 可能說 你讀到書 是你讀到上去 而在香港讀到書上去 根據觀察和一些自身的經驗 其實某程度上 在他們的求學過程中 是握殺了部分的自我 握殺了部分的自我 就好像是關機那樣 就是把某段 就好像是腦裡邊 某些情緒線 或者某個意識 就剪斷了它 因為他自我 就被那個Super Eagle影響 不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一般人成長都是 一般人成長都會受到 你一個 即是你爸爸媽媽 或者一些前輩 或者一些你的 即是一些model 會影響你的成長 壓力 壓力未必一定是 你說得對的 就是壓力 但是我覺得還可以補充一點 就是壓力未必是不好 壓力是好的 但是是來自於他整個 老爸媽對他們的訴訟 和你那個學校對他們的訴訟 你的目的 最終教育那個目的是什麼 而是 即是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你抹殺自我 去日復日去重複做一些事情 那麼打一個比喻 最容易理解到就是你做事 是 即是你上班的人 一定是有個 即是一定很容易 在香港感受到的 就是譬如說 你打一份兼職 是 那你上班 你有一些事情 你就會不理 你就這樣倒下頭 去做自己的事 做完之後就下班 那你下班 即是你在工作上 表現出來的自我 是遠遠大 一定是遠遠小於 你放工出來表現的自我 即是你上班的時候 你不會講你的個人感受 你不會立意和同事吹水 甚至乎你不會刻意和同事或者老闆 去建立一個特別深的關係 即是先假定你不是說 對那個工作 是特別有野心要爬上去 即是這個再有一個前提就是 其實那份工 你做的那份工 其實就不是你所想做的那份工 賺錢而已 還是逼於無奈去做 即是賺食而已 即是賺食而已 我們那年多都是的 很多人 即是譬如我們演了畫畫 我們都不會因為木工是畫畫的 那都是做一些兼職來幫忙 或者自己畫畫的生活 是這樣的 那但是這件事是 你說社會的不幸 但這個不是應該是常態 或者是不應該造成一個常態 但問題是有一個事情 就是因為這樣 即是譬如 以前的年代 你以為你自殺 你自殺 整個輿論是不會站在你那邊的 會罵你的 即是你死了 你都不會得到一個 即是你想要到的效果 因此就令到很多想自殺的人 都要想一想 我的控訴 會不會其實是沒有效果的 即是白死 那變成他們 即是想死的人 就想清楚一點 但是今時今日的時候 我們當個小朋友死的時候 即是自殺 我們現在比較上是站在他那邊看的 即是會同情他 或者尊重他 也會將他的議題 帶出社會 聲音會大一點 那這個現象 令到其他小朋友見到 那他覺得 其實這個只有可不可發 那也鼓勵了他自殺 所以其實那些小朋友 都不是太成熟 那其實他在那個歲數 根本就不應該要成熟 即譬如說 在他們幼稚園和小學的時候 他們根本就不要求成熟 他們應該是去玩的 對 應該是給他們去闖 但問題是他被逼到要成熟 然後就成熟到那個階段 又不能夠去處理到 他遇到的困難 因此他就用死去解決 那其實都是 都是小朋友本身自己有問題 跟社會有問題 但最重要其實就是家長的問題 我經常覺得家長 你小一點工作 你多一點陪小朋友 聽他說多一點 就說少兩句話 讓他發揮一下 感受一下他感受的事情 你有沒有見過最近 在一個叫做家長心聲的群組 有家長貼出來說 那個不知道兒子還是女 就玩Crosplay 我就剪爛他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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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理據就是 你成績不要憑什麼有自由 是 那是不是我成績好 我自由就可以對想你呢 這些家長也是很無賴的 那些都是強權心態來的 其實香港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香港很多就算請菲勇也是這樣的 他一去到某個位置 他就會有少少過了他的衣服 即是做老闆又會比較明顯一些 做老闆老闆又威嚴不厲害很多 但在老闆面前可能是狗 所以這些又很麻煩的香港 其實就是那個社會的結構 結構的問題 還有是那個叫做核心的問題 即是說是 即我們觀乎外國 即我們看了這麼久 外國的教育 或者是他們家裡培養的成長 是千方百計鼓勵他 培養他的自我 而香港人的社會 即香港的社會 即是華人社會 是千方百計要摧毀那個年輕人的自我 那個目的就是導向 譬如說如果你教育 那個目的就是導向一個集體服從 導向摧毀了你的自我 令到你變成一個齒輪 一個機器 一個小螺絲 一個小螺絲 即是在你成長過程之中 在他篩選的人 可以一路上中學上大學的過程之中 就是已經是將有自我 有獨立意識的人 就排除了外面 剩下的那些就是 一班遺命是從的 或者是一班公益 是順複習系的 其實這個都是殖民地留下來的 一個policy 其實現在到大陸殖民的時候 他繼承這條路 不過還要over些 也是做多很多 那陰謀論來說 甚至乎是有心去鼓勵 譬如說你見到TSA 到現在整個小學生 整個家長受的苦是那麼大 那個反對性那麼大 那個吳克劍 還好像懶地 闊路懶地 那陰謀論來說 他還要說我沒有叫你操 我沒有幾個操TSA 你們操而已 不關我的事 這些就是趴街 你身為一個局的最高領導人 你可以置身事外嗎 不對的 所以我覺得你 譬如說尤其是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是有意識到 他們的壓力是 或者他們的控訴 或者他們的意識到 是對的 就是你們所受的壓力 很多是不公義 不公平 或者本身是荒謬 整個教育制度 或者整個社會的壓力 都是荒謬 但是接著下來 我們來到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是說 那就是 為什麼說自殺不好呢 就是你罵自殺不好 有些人 可能你小時候 一路聽來的 可能就說你耐弱 你不負責任 你不敢去承擔 那個賦予你的責任 或者你對你家人住 對你生 你老爸老母那麼辛苦 生下來養你那麼大 不住 這個是公利的 其實如果你在精神層面看 你用你的身體去達成 你的精神上沒有一個目的 你都是不對的 所以你自殺 其實在法律上都是不許可的 因為自殺你用你的身體 去滿足精神上的目的 就好像 譬如妓女那樣 妓女用出馬的身體 來滿足了她一些 錢或者精神上的一些意 我們都是覺得她是不道德的 所以我們是這樣看的 她不應該用身體去達成某些東西 除非她用技術 所以我們就不贊成別人去自殺 就是你用身體去達成某些東西 其實你自殺就是用身體去達成某些東西 我們是不贊成的 但是現在我們不是 現在我們看的比較寬鬆一點 現在我們比較說 你的選擇 就是你的自由意志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死 以前都不行 以前是不可以選擇自由去死 為什麼呢 以前那個觀點就是這樣的 就是粗俗一點說 你的自由在哪裡 你的自由是說 你有不吃屎的自由 但是你沒有吃屎的自由 那你把吃屎的自由改掉 你有不死的自由 你沒有死的自由 其實就是這樣去看那件事 以前的看法 但是到今時今日 我們就開始尊重個人的 intention 所以我們就由他去死 他想去死 OK 你想去死 只是你的理據充足 我才可以死 但是我們不要鼓勵他 我們不要鼓勵他犧牲自己 反而你譬如有些宗教 他都鼓勵你去死 不過他叫你死得值得一點 殉道 為了一個很重大的意念 一個理念 這樣就可以去做 但是很諷刺 這種宗教性 就很容易被野心家去利用 最近的例子就是叫做ISIS 對,ISIS 其實有很多 以前的宗教也有這種情況出現 要建立一個穆斯林兄弟 要建立一個伊斯蘭帝國 就要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但是旁觀人 或者你這樣看 你就知道這個也是一個 成為野心家 或者是一些政客的犧牲品 或者看過去的歷史 那麼慘烈 慘遭人幻的戰爭 到最後其實可能是一些笑話 或者是一些謊言 但是我們覺得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能夠支撐一個人 去賴以為生 生活下去 不論是你的社會 多麼不公義 現在面對的困境 多麼不公難 我們不是在這裡很虛無偏偏 跟別人說 那你就開心一點 那你就積極一點 那你就積極一點 有抑鬱症的人 也親身跟你說過 你不要在他病發的時候 跟他說 麻煩你積極一點 那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我們其實想點出一個事實 就是說 存在是有意義 那這個條件是 基本上是 好像 這個金字塔裡面最高的一點 存在是有意義 它是支撐了 基本上是你人對所有的行為 或者你人所有的哲學 或者所有的 就是道德價值觀的理據 就是 為何建一幢房子 不要豆腐渣呢 即是有人這樣想 我們建一幢房子 我偷工減料 我中間拘捕錢 豆腐渣 那你就說 因為豆腐渣 那幢房子還會塌 那你再追問 那幢房子塌 有什麼不好呢 那你就說 有人會死 會壓死人 那你再追問下去 就說 為何壓死人是不好呢 那你唯一答出來的答案 就是因為生命是有意義的 是 存在是有意義的 是 那如果你再問下去 那為什麼生命是有意義呢 為什麼存在是有意義呢 那這件事其實不是說 不能討論 就是你可以在一些哲學的 不是這樣討論 我裡面是宗教的 可以討論 或者你可以很仔細地 用宗教上面 或者是你大學上面這樣說 但是這件事 可以說是stop下去 就是因為存在是有意義的 意思是 那你 存在是 那 這個問題就是相反 在外國年代 即在我們的 五到六到八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是說存在沒意義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會自殺 一樣呢 因為它就是說 何之前還有個存在主義 我記得裡面有沙特 或者是有名的 그걸 cort 你存在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這個世界是屬於荒謬的 你要接受這個世界對你的敵意 以及你接受這個世界本身是荒謬的 如果你接受了的時候 那個世界多荒謬你都會接受 你便不會有事 如果你覺得這個世界有意義 當你面對這個世界 變成沒有意義的時候 你便會覺得很痛苦 那時候就這樣說 為什麼小朋友 你的世界有意義 為什麼小朋友一出生就死了 小朋友一出生就腰折 如果這個世界有意義的話 如果宗教意義有神的存在的話 這個嬰兒什麼都沒做過 為什麼要死呢 所以這個嬰兒來說 他是沒有意義的 還有神也好像不存在 所以我們的年代是比較虛無一點的 但部分都比較頹廢 所以我們回去難死那些 因為我們已經接受了世界是這樣 其實你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要拿 那你就沒事了 但小朋友對這個世界上 好像你這樣說 這個世界很有意義的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要拿一些東西 那就大靠 拿不到就拉東西 這個就慘一點 其實我想介紹你們看這部電影 有一部電影是Optionwell 1960幾年代 那部電影叫做Trial 是卡夫卡的小說改編的 那部電影是講人性很荒謬的 這部電影後來有點延續 到1980幾年 有一個拔銷的回應 其實這部電影如果你們有空 可以上YouTube看的 黑白片來的 不過悶一點的 但是真的很好看的 如果有空可以看看 所以最後一個結論 就是簡單來說 存在是有意義的 到最後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在這個層面上面 大家還可以不妨自熱一點 就是說你不單止對自己的命負責 也對其他人都會負責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如果大家還記得 有沒有看過叫北斗神拳 主角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聽說敵人跟他打的時候 他在後面看見那些影 就是在過去對戰死的那些人 還有看到他一雙 哀雙眼神 就是說 為什麼他拳 那個主角是不是叫拳次郎 拳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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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四郎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第一 他是一個悲傷眼神 然後他那個眼神裡面 他是背負責 住這麼多條生命 所以他能夠打出 最石貨天經 最天下活的一拳 希望大家可以努力生存下去 OK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